据法新社瑞士达沃斯报道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子莲斯基25日说 对于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乌克兰 西方仍然存在分歧 子莲斯基在世界经济论坛 关于乌克兰的小组讨论中说 团结关乎武器 我的问题是 这种团结实际上是否存在 我看不到 我们相对于俄罗斯的巨大优势 是我们真正团结起来的时候 报道成 华盛顿和欧洲国家 为乌克兰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以帮助该国装备落后的军队 报道还称 基辅要求获得更多支持 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联盟 并要求在该国上空设立禁飞区 子莲斯基说 乌克兰感谢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支持 但在离乌克兰更近的地方 决心落在了后面 他还说 我们处在欧洲大陆 我们需要一个团结的欧洲的支持 报道注意到 子莲斯基特别提到了 邻国匈牙利 该国已表示 反对在整个欧盟范围内 对俄罗斯使用实施禁运 而这是乌克兰的另一项关键要求 子莲斯基说 匈牙利不像欧盟其他国家那么团结 他还提到 有关国家对于瑞典和芬兰 谋求加入北约的历史性努力 缺乏共识 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说 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 有这种团结吗 没有 没有 那么有强大的联合的西方吗 没有 你怎么办 你 Female 婈 speaker